郭文貴議員 仔細各位同仁,ECO就是ECO花啦 ECO啦,是時候 簽下去之後,是要做斷途長空啦 對台灣的經濟經濟絕對有富民的 所以,ECO啦,現在這樣普天蓋地的選團 是時候是欺騙我們台灣人民的 真的,因為台灣已經開放 這一年來已經開放幾百項的中租的富裕了 現在看起來說,現在納入ECO才九項而已 其實這都是騙人的 尤其是現在,連島主的 用行政命令,正式已經通過的 就有好幾項,甚至於包括機場 包括港口說可以讓中租來VOT 各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耶 港口 機場 基本上都是先是主權的一個地方耶 竟然我們要引中租,那麼來投資 這樣才不會通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有台灣人民可以了解 不可以只看著表面耶 屬於我們的金本已經 引入中租了 未來,台灣 就會慢慢去給中國 經濟,把我們 放進去 去給經濟上,把我們控制去 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了解 尤其是現在我們大家知道的ECO 或是WTO 都總是在代表自由開放的一個政策 對抑制的一些這些商業 包括我們的農業 也影響得很大 過去,民進黨的時代 雖然有開放農產品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有很清楚 跟我們的台灣人民說 我們是開放的 一些我們國內 沒有生産的 非敏感的 這些商品 請求 行人 核桃 橄欖 義米頂頂這些東西 現在不是啦 好啊 農委會這樣 倒數選團 說民進黨那時候開放多少多少 但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要看這位的早數清潭裡面 蘇西雙 雖然看起來說 中國的農產品 沒進口 但是大家知道 十年後 十年來 WTO的基本的精神 最後就是要 開放百分之九十 你今年沒有開放農產品 你保證明年沒有嗎 保證後年不會嗎 農產品 如果真正的來 進入我們台灣 對台灣的農業 造成衝擊 誰要負責 馬英九你願不願意 正式的向台灣人民保證 永遠不會開放農產品進口嗎 你只跟人說 不會啦 我的進來一定不會 我算不知道你的進來一定不會 因為你就存兩年而已 存兩年的進期而已 所以保證在這兩年內 後期不會 但是我們一定要讓台灣的人民知道 國民黨在簽訂ECOA 基本上 是欺騙台灣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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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欺騙台灣人民的